yay 歡迎來到Jagg不秀 今天早上一大早 Jagg就來到了位於小巨蛋附近 一家E-MAI診所 Jagg受到E-MAI診所的邀約 Jagg一看 傑彼爾 航太量機科技 什麼叫航太量機科技 E-MAI 但是又跟航太有相關 所以讓我非常的好奇 是非侵入式的肌膚滲透系統 客製化改善肌膚的這個狀況 而且過程不需要跟肌膚接觸 不需要跟肌膚接觸 卻可以改善我的肌膚狀況 不刺激肌膚然後也沒有修復器 那因為我剛剛才打完皮秒 皮秒打完了之後要做這個 你隨便說至少隔一個月 我就問他說我打完皮秒一個禮拜 我可以再做這個航太量機科技嗎 他說可以了沒有問題 很多人也是這樣做 我們一起進去看看 OK Let's go 然後我們今天體驗的是JPL 好 我們可以先倒整個樣式 OK 好 打這個比較特別的是 完全不會接觸到肌膚 完全不會接觸到肌膚 對因為我們的探頭是油蒸 好酷喔 無蒸水光的概念 因為水光是一般打完 就是整個臉都是很紅 很會滲血的 對 對 然後就是修復器廠 大家有些不能接受修復器的 嗯嗯嗯嗯 可以參考我們的 對 因為我們是第一步驟 我們大家就是會帶到脖子 先做一個淋發的一個排路 消除肌膚腫脹 然後第二步驟就是 水冰換肚子就有做出的海水修 對 大家都是比較把它填上水 粉刺的清潔機 那我們這個是可購45度角 45度我們原廠去做過研究說 最有效可以代謝我們的 老肺角質跟粉刺 它卻不會影響到我們表皮的肌膚 我們第三步驟是可以客氣化的選擇 我們肚長就是有 保濕的 抗老的 換白 抗痘跟抗米 就是比較針對 抗痘 抗米 就是問題幾乎的 今天我們會比較想 先試試試驗的那一種 抗白 不是耶 可是我就不是很白 我要換白 因為我們還有第四步驟 如果是第四步驟 我們可以選 安平的話就是可以選換白 那第三步驟 我們如果看是 第一次做我都比較推薦 可以做可能寡生態就抗老了 它就是可以 抗老 這個好 這個好 可以喔 抗老 這個好 就來抗老 而且之前前陣子有打皮廟嘛 我們假如說是在皮廟後 換膚就是都可以 也是可以特質化 那因為我們就是前一個禮拜 有做皮廟關機 所以我們 經濟最純粹溫和的 就是有做物理性去角度 就不會用到酸類 因為我們酸類 所有有性能酸 單全酸 前一個禮拜 我覺得還是可以 用比較溫和 所以我們都是可以 做特質化 喔 這個真的很厲害 好 來試試看 好 那這個是哪一鍋的 機械 因為你設計 其實都是 對高科技它真的是比較 很厲害 那我們等一下看老師這個 就是我們大家最常見的 生態精華 到認明就是我們的 JACARE的精華 其實有些診所 會說 那我們試試看 我們自己公司 就是殺貨的精華 那發現說 一做完效果 其實真的 所以要認明 JBR的這個精華就對了 因為 皮瑟列知道說 他自己是對高科技 是比較擅長 所以他這個其實是 跟義大利的團隊去做研發 喔 義大利對成分啊那些的 他是更了解 對 其實我一直擔心說 欸我會不會剛打完 然後還有結膠 我上來真的是可以的嗎 我有點擔心這樣 因為我們就是可以 課之後 因為我們不像海培 就是說 會碰到幾乎是完全不會 對 所以就是 雷射術後其實 現在最首選 或者說 會縮短修復 其實就我們這台設備這樣子 廠派噴測科技 就是將精華液 物化成 比法斯海西爾分子 這樣子 所以才可以 直達我們的真皮層 覺得說 做完有吸飽水的感覺 對 我們的精華液 都是直達真皮層 很保濕的感覺 它的手把是有真的 所以我們是完全不會碰不到肌膚 等一下可以直接撕在手上看看 哇好厲害喔 你看 是完全不會痛耶 直接開始第一步囉 因為我們第一步 剛剛有譬如說 我們都是走 臉部外輪廓線 對 消除了肌膚腫膀 那我們從脖子先開始 它像它這個成分裡面是 蘆蕙玻尿三個氧化瘍 氧化瘍是可以讓肌膚避免發炎狀態 蘆蕙是可以降的 對 所以它其實發蕾身後是 也是非常輕的 我知道 它雖然沒有針頭 可是呢 它這個強烈的風 就很像是 Jet 幾乎沒什麼感覺 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 橡皮筋彈到體力的那種 你那個還輕 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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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會坐到睡著耶 會喔 哈哈 沒事做沒事睡著 但是我們一樣就是第一步驟的精華精華 然後做物理性的去角度 就其實就不會用到酸類那種 通常如果用酸我們都會建議 一定要一個月厚 像如果只有做二到三次之後 就可以循序漸進的化成酸類 打完了這個板皮 板皮它就覺得很困擾到 因為我們剛剛一樣酸類有三種 對 然後甘酸才是分子很小 所以它其實對改善有些 黑色素沉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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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直接幫它用甘酸酸 可能說是我們 其實它跟別人的一個最重要步驟 就是一個舒服 越吹越飽滿的感覺 你這樣看你有 感覺有什麼不一樣嗎 確實 意識到了 麵膜 就是剛剛那些進來更好吃 我現在還沒看到自己的成果 那已經感覺到一個不得了 我自己都會這樣走 看著你就覺得你真的很 喔你這個浮誇 你這個很浮誇 真的蠻一樣的 真的喔 真的喔 喔謝謝 它就會這樣子一直 水水亮亮的 第一次做 可能就可以維持一個 力量平白 有做到六次 它能保持多久 也可以維持更多 對那種肌膚沾底層越來越健康 對 所以我也是覺得大家越來越長 少量厲害 少量厲害 我自己也覺得少量 對啊 好吃 剛剛呢 J哥體驗完了這個 傑比爾的 龐泰噴色亮肌科技 真的蠻厲害的 我知道為什麼它可以 不用侵入式 然後它也不用跟皮膚接觸 因為呢它有一個非常非常細的枕頭 通常會距離你的肌膚大概1公分到2公分 然後45度角或者90度角 噴色 所以它才叫J 那在噴色過程當中 它裡面有一些 精華液啦 過尿酸啦 就吸涉進去你的皮膚層裡面 真的蠻厲害的 我現在整個臉就是 濕濕亮亮的 再來是 剛剛講完 我上個禮拜才當做完皮秒吧 那皮秒完 到底可不可以馬上去做 JBL的常態量肌科技能 其實是可以的 為什麼 因為它有四個步驟 所以它會針對這四個步驟 它可以幫你客製化 它怎麼客製化 第一個先循環進化 它先透過這個按摩 然後可以消除臉部的腫脹 那之後呢 它在這個水潤換膚 水潤換膚可以用噴色技術去去角質 然後換起這個肌膚的亮度 剛剛打完皮秒吧 這一個步驟裡面呢 我們就不用酸了 所以就比較溫和 那就沒有問題 第三個步驟是 它就是用唐太噴色科技的技術 將這個原廠的精華液 然後能夠滲透到肌膚的深層裡面 幾乎不會痛 如果今天是下午 我來打這個應該 就是睡著 然後最後就是高階修復 一樣也是原廠的精華液 做一個局部的保養 然後再保濕 過了45歲之後呢 因為明顯發現脖子的皺紋蠻多 好像蠻難保養的 這個要怎麼處理呢 我剛剛有問他 他說要嘛你就可能要拉平 不然它還有另外一個技術 所以有機會我們可以來體驗一下 因為脖子是我覺得我最近比較明顯有感 比較在意的一個部分這樣子 結果不錯 開箱JBR 航太噴色量機科技成功 我們下次見 掰掰